三菜湯,美味小叮叮 Hello, 大家好, 我叫 Chef Justin Chan 平時你有沒有試過買些豆漿 喝不完, 亦都不浪費 今次我們做了一個系列的東西 可以有一個類似廚餘的概念 桑蔥其實它自己有一個很特別的甜味 油就不用擺太多 因為我們要健康 這樣才我們秒剪 放些乾蔥 蒜粒 等它爆香了 整隻蝦, 蝦頭是最鮮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煮食 我會把蝦頭都放進去 但有時候要少一點 因為蝦頭裡面有一個沙朗 沙朗那裏有很多沙 其實你應該要先撿出去 你看看幾多糕 而且有時候要看一看它的腸 都要挑一挑出來 因為有很多沙 沒有煮好都已經聞到香味 豆漿 豆漿 首先要放開這個糯米飯 然後等一等 這個飯香的時候 香了的乾蔥 蒜粒 上了色的飯 就差不多了 你開始聞到這些飯香的味 因為一會兒又過濾了 變了香味變了苦味 這個就是青檸鹽 第一部分 你把這個糞米撕出來 因為這個糞米太多吃不到 你再切碎它 它的味道更加流得快 流得快些 一壓下去已經是馬上碎了 不用特意用力 香茅呢 通常我們最外面的層衣 其實是不太吃得的 盡量切得幼細一點 這個時候 我們也會放在豬頸肉 豬頸肉也是切粒 好了 我們先放在豬頸肉 開始看到油已經爆出來了 好了 現在放在香茅 然後加入魚爐 加入魚爐 已經關火了 然後加入糯米碎 你看到表面有很多的香料 我現在不放在上面 因為我不想香料煮得太熟 所以現在把這個 放在上面 先放在上面 攤一攤凍了 先放在上面 加入毛豆 毛豆我們煮了差不多七成熟就可以了 因為豆類煮得熟 頭皮太粉 沒有什麼口感 而且怎樣看都會熟呢 看到它開始出現了有些泡沫 泡沫的下 其實已經差不多熟到七成熟 七分鐘左右 七分鐘就可以了 你會問 為什麼我今次會用這個沖繩黑糖呢 因為沖繩黑糖跟其他糖是很有分別的 糖分的熱量 通常砂糖是高一點 糖分多 其實糖也是一個肥 所以我們今次覺得這個黑糖是一個中和的味道 又好吃又低糖又健康 好了 現在可以加一些糖 糖 如果你過焦了 就是焦糖 焦糖再過焦了 就是焦糖 你就不要焦得那麼厲害 其實你一看到它有點起漿 就已經完成了 如果你想用煙肉 煙肉都有分了兩部分 我會建議你去街市 其實是買一些瘦身一點的煙肉 紅啡類似的 首先我們要打爆香 你看我沒有下油 因為有時的bacon 它都會有肥膏 所以我撕了出來 當一個油來煎香 都可以 剛開始這個不用切得那麼小 因為都想吃下去 喝個湯有些口感 上湯雞湯 然後加點水 湯煮大約30分鐘就可以了 或者等到那個薯粒 開始軟綿綿 類似那些薯粉那些 那個質感就可以了 炒到它金黃色就可以了 好,現在可以加少許生粉 一定不停地攪拌 順著時針也好 或是時針也無所謂 然後再給它 我們來看 我們會那些薯粋 再給它 我們會記得